不是吧 热字这也中枪 哇 骂成虫鱼是会骂的 他们说阿富纳是不是热字假装的 没错 今天的目的地还是伊蒂哈德 今天曼哲斯特的天气非常好啊 少见的一路晴天 今天这种比赛的含尖量不用多说了吧 英超总决赛啊 榜首之争 以及最后的冠军归属可能是因为今天这场比赛而决定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心情啊 反正我是就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 我身边有一个极端的切尔系球迷 她是说她不需要阿斯纳独冠 因为阿斯纳独冠伦都变成红色海洋了 她很有趣的 今天的一地哈德特别的美丽 好可爱啊 今天 我的朋友跟我说 今天这场比赛有很多国内的阿斯纳球迷来到现场观战 然后呢 这场比赛票价所以也是非常难会 我这个位置可能已经炒到了300棒到400棒不止 我觉得对阿斯纳来说这场比赛就是O'O'NASIN 就像他们之前拍的纪录片一样 要么就是有争惯的可能性 要么就输了的话就确实就是可能性比较小了 完蛋了 我现在看见格拉利时 毛海东就出现一些马赛克的画面 里面志热叫做了 啊 我看见 queda我们是迷迷了 好久不见 欸好久不见 啊 我看见人认识你啊 还很酷啊 咯 大魔王又来了 哇 今天有鸡鸡鸡 行 我们公开 好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踢球 我今天就是乐子人 谁赢谁输 是真的对我来说影响不那么大的 但是我算起来还是预测一下吧 我觉得曼城在主场不会是 阿森纳来远针的球迷 战斗力也很强 一直在唱歌 就贵我很浓 无人在海开 你懂得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赛开始 今天这个位置静止去看窑子了 昨天的比赛从第一秒开始节奏都非常的快 慢成主攻 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 拉姆斯戴尔可谓是全场最忙的人 不仅场上只是紧张 两队球员之间的火药位以及球运之间的火药位是非常重 看一下两边主教练这个精神状态 比赛第七分钟哈兰德做球给到德布朗内 德布朗内直接场距直入贴地斩 1比0 慢成在主场领先 2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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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成在主场领先 这台曼城球迷非常激动 这样重要的比赛 不到十分钟的取得了领先 对曼城来说很好 但是阿斯纳球迷压力 获出阿斯纳球员的压力心得非常之大 曼城球迷疯了 在阿斯纳球迷在挑战 这里碧玺的射门被拉姆斯戴尔没收 随后哈兰德的射门被拉姆斯戴尔哭了出去 第三十五分钟 托马斯的推车稍稍偏了出去 随后姚德和哈兰德配合 但是哈兰德的射门再一次稍稍偏出 自从看见切尔西半场又落了 这乌龙球之后 我确实就是有点走神看这个比赛 但是我觉得曼城踢得是真的好 踢得真的好 不管是瓜迪奥拉他这个排名步骤很厉害 而且阿坎斯戴尔手下简直是 跟在多特时期是两个人 本场比赛两队的队员也是多次起冲突啊 其实场上的身体对抗还挺激烈的 这里哈森纳的后防漏洞百出 鲁莱姆斯戴尔又一次救线 146分钟德布朗内开出脚球以后 斯通投球碰了 但是边齐现在是以越位在先 而在检查了VA2之后 确定这球没有越位 大家等到第二队投球 进球表现 话说这几场完成的比赛里斯东斯的表现真的非常的亮眼 中场前两队的球员再次发生 知己接触 其实在现场的朋友如果就是看的不那么仔细的话 是不知道究竟发生的事 好了 过来这个半场 可以看见评论他也是2比0啊 我的朋友就微信里都在说已经结束了 因为阿斯纳这个后方确实顶不住 再加上曼神这个强大的攻击 再加上阿斯纳确实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觉得阿斯纳球迷可能对这个半场是比较失落的 然后作为这个中立的球迷来说的话 我觉得下半场可能就看一个心态了吧 看阿斯纳这个年轻的球员心态能顶住 如果心态顶不住的话 可能下半场半场还会再多进几个 实在太饿了 感觉这个吃起来很好吃 这一份的价格是7磅2毛5 下半场一开场 激情歌和扎卡配合 扎卡的射门被艾德森扑了很久 我感觉这边的爷爷们都很喜欢杨尼松斯 他们不管是中场还是刚刚就是开场的时候 一直在唱杨尼松斯的歌 第54分钟阿斯纳中场失误 哈兰的又一次做球给到德布朗内 德布朗内再次低射破门3比0 这场比赛对于德布朗内的表现和这两个字想评价 绝了 又是德布朗内 又是德布朗内 又是德布朗内的状态太好了 今天是我们最好吃的主唱啊 脖子男舞再次跳了起来 在我专心吃东西的时候 场上又发生了一次冲突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夏尔西现在是0比2 我真的疼 赶赶赶赶进行到63分钟 我已经有一种完成的感觉了 但是阿斯纳的时候也很值得尊敬 他们也一直在唱着他们对阿斯纳的爱 阿斯纳准备还在唱了 现在唱了大概有十几分钟了 第86分钟 霍尔丁帮助阿斯纳打入了帮回野面的一球 但以后我当时有别的事情我没有录到 非常不好意思 但是阿斯纳的球迷是没有就是 球员没有再庆祝啊 翻回了一球 翻回了一球 刚阿斯纳进球的时候 我正在跟我的夏尔西球迷朋友 在讨论切尔西 我的朋友就是去看了切尔西这个月的比赛 一个月七场比赛 一个击分 一个进球 一个乌龙球 他说他再也不想就算不想了 50的最后一分钟 曼城的前场又一次打出了配合 球来到哈兰德脚下做的哈兰德顺势破名 4比1 上一次我在伊迪哈德看到这个比分 还是上一次曼城4比1利物浦 头发都散了哈兰德 不得不说这一头飘逸的头发布局 快速快速广告可惜了 哈兰德与切尔西的英超竞球 防守之争又更加激烈了呢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哨 曼城在主场南下了阿森娜 完成了对阿森娜的双杀 同时也把英超账账的主动权 再一次拿回了自己的手里 本该是一场决赛一样的比赛 却被曼城踢得如此轻松 我真的觉得这支曼城强大的可怕 不仅仅是阵营上的 球员心态上的 而且还有他们整支球队的这种整体的状态和气势 这场比赛两队球员真的是从头朝到尾 大大小小的争执不断 我也不知道就是内情是什么样的 回去看看新闻吧 往往几线征战的球队容易陷入疲态 但是曼城怎么越往后 我觉得反而状态越优秀越出色了呢 我觉得这和主教练的调校也是分不开的 决中这场冰超决赛是以漫传到完胜 4比1拿下的技术 而哈兰等的内力金球也打破了三阿亨之前 单赛及32球的纪录 哈兰到这33球了 现在阿森纳多赛两场是领先2分 几乎已经失去了 就是之前保持了一个领先的优势 可预提前稍微的恭喜一下曼城球员 因为之后的赛程里 曼城面对的对手比阿森纳轻松的多 但是曼城球员面临的三线作战的这个 禁定 合影 青年 英朝 欧冠 究竟是什么结局 我们一个月后再看看